看到月饼礼盒 应该很多人会马上想到 距离一年一度的中秋节 其实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可能有部分公司的行号 早就开始预购准备送礼的过节礼品 为了提供身心障碍朋友 也能有正常工作机会 向府近年来在县内辅导成立皮虎工厂 以自制的烘焙产品自立自足 然而今年受到整个大环境不景气 以及巴巴水灾的影响 占了整年营收近三分之一的月饼订单 比起去年同期少了八成之多 其实在庇护工厂的这些 每年的中秋节的营运 是几乎占了我们全年度收入的三分之一 但是再加上今年因为巴巴风灾 我们整个的原物料的成本 也上涨了两成 那因此订单减少 我们的原物料上涨 那会让我们这些庇护新就业者 他们的薪水也同样的会受到影响 那也格外的盼望社会大众 您可以来订购我们的月饼 不要让我们成为巴巴风灾的另类的灾民 因此县府举办推广活动 邀请各家庇护工厂推出招牌商品 果然吸引不少民众上门询问 吃过的都说赞 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 很棒 我想陶渊县政府今天举办我们 披护工厂联合在陶渊县政府一楼大厅 欢迎所有县民来看看这些烘焙天使 所披护圆梦的所有的产品 我们包括咖啡礼盒 包括我们所有中秋各式的月饼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订购 让我们这些充满爱心的饼干 能够传播到我们全省这种全线 中秋节吃月饼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 不论这月饼礼盒需要自用 还是送人两相宜 同样都是要花钱 建议您不妨考虑购买这些 皮糊工厂生产的烘焙商品 好吃又能发挥爱心 全龙波桃新新闻灵域采访报道